然而,在两千多年前的华夏文明圈里,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是鲁和晋,综合国力最强的是晋和楚,吴充其量只是个二流国家。 这是2008年无锡市歌舞剧院一场舞剧演出,在遥远的春秋,歌舞只有贵族才能享受。 当吴国的王伟传道授梦时,在出访鲁国时观赏的乐舞,让他发出由衷的开叹。 哎呀呀,我们这个,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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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我处在的就是长江流域的一个比较路口的地方 所以这个《寿梦》的这个话里面也充满了一种自卑和无赖 从寿梦开始 吴国全面向中原先进国家学习 我们无从考证 寿梦时期的这一转型是不是和那次演出有关 但可以确定的是 吴国的统治者们从那时起 强烈发出了鸡身诸侯同享尊荣的诉求 寿梦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开始主动的和这个外国和靖和齐都有一些远交 比如说像晋国的这个水利啊 这个车站啊 齐国的兵法啊 这些都是被这个吴国拿过来 这个另一方面呢 他的农耕技术也日渐的这个强 这个强盛起来啊 比较成熟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战争中间比较多的有胜利的记载 吴帝 这一名城是因古代吴国 春秋时期 曾经巡霸诸侯的吴国 是怎样出现在华夏东南 他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 其兴旺盛衰 留下了哪些尚未破浅的谜题 埋藏千年的吴国古城 如何在二十一世纪重建天日 请收看探索发现正在播出的 纪录片《说无胜部》 比起《我欲因之梦无悦》 据统计 2000年 长三角地区外来人口 就已经占据了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 吴国同样吸纳了 来自各国的军事政治人才 能吸引这些人投吴的主要原因 是吴国的君王 为他们提供了特别的恩宠信任 和施展自身才华的巨大空间 吴子虚带着满腔愤恨 从祖国处投奔吴 成为辅佐两代吴王的重臣 为吴国勾画了霸业的蓝图 来自齐国的孙武 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军事理论专注的作者 在吴子虚的推荐下 随后投入吴王会下 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加盟 为吴国的霸业插上了蒙虎的双翼 这是现存于世的吴王剑 吴越之地当时以兵器铸造闻名 而大量史书同样记载了吴国男儿当时的骁勇尚武 可以想象这群名帅麾下 历任随身的勇士 在冷兵器时代是一股多么可怕的攻击力量 东汉历史典籍《月绝书》记载 吴子虚来到吴国不久 就为吴王和吕主持修建了一座都城 在吴灭亡后一千多年的唐代 学者撰写了吴地记 认为这座合驴城分为一座大城和两座小城 大城在苏州 小城在吴西驴江旁 然而不少当代学者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 如果他当时吴子虚选择的城 在现在苏州老城去的话 那个地方四面全部是平原 根本就没法防守 所以这个跟当时战争的形势来的比 说它不是很合理 近年来 在苏州城内进行的考古发现表明 地层中年代最为久远的出土文物 也只是来自于汉代 考古发掘的结果印证了专家们的质疑 如果大城不是在苏州城 那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对此苏州的考古工作者们提供了一种说法 从2000年开始 在苏州郊外木独镇 考古工作者们开始了对春秋古城的挖掘工作 在地层下发现了不少春秋时期的器物 同时他们发现城池的形状 也与古籍中描述的河驴城基本相近 根据这些证据 他们认为河驴大城不在苏州老城 而是在离苏州相距不远的木独 目前我们发现的木独这个古城的布局 它非常符合当时春秋晚期 吴国的这种不断战争的那种形式的需要 因为它的现在处在周围一泉小山的环保之中 那么这个而且面向太湖 它非常符合当时战争的这种形式 2006年无锡的考古工作人员 对无锡常州交界的河驴城小城遗址 进行常规的挖掘勘察工作 然而后来的发现 使得这次勘察变得意义非凡 在我们结合第三次填过我们普查 按照普查的要求 对这个遗址进行前面的调查 勘察勘察 那么通过这一次调查勘察 应该说我们有重要的发现 这次考察引进了先进的卫星地形分析技术 卫星地形图和现场的勘察都清楚地表明 这里除了两座小城之外 还能清晰地看到一个大城残存的边际 同时地下挖掘出很多春秋时期的器物 而古籍粤绝书里对于河驴王城的地理位置周围景观的描述 和这里的周边环境也基本吻合 那么通过这一次呢 通过这个 很多的材料 那么在通过研判 经过我们现场的这个勘探 包括调查 然后发现了一个大城 发现一个大城 那么原来的两个小城呢 在整个的面积是0.2平方公里 那么这次发现的呢 是2.94平方公里 那么也就是说 有一个大城 大城里面有两个小城 那么这个呢 也是符合 就是我们早期城址的这个要求 就是说有共有城 2008年9月 国家文物局专家初步认定 这就是历史记载中的河驴王城 迷失之城 终见天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历史记载 在河驴王城初见的时候 无人利用古老的风水理论 在面向楚国的西门大作文章 试图克制这个临近的超级大国 在群雄逐鹿的诸侯国中 吴为什么把楚当作大敌呢 吴国如果讲在寿孟以前 具现一个资料 它是是楚国的一个缩故 到了当时春秋时期 晋国和楚国是晋楚争霸 是构成了一个主宣令的 后来晋国 实际上就是把你吴国给从 楚国这个蒙国这个地位给分开来 并且用吴国来自由楚国 公元前五百一十年 因为吴人和楚人在边境地区争夺桑树 两国爆发大战 人数处于烈士的吴军 在吴子虚孙吴两位军事家的率领下 意料之外却情理之中的 吴败楚军 直敌颖都 楚这个被中原诸侯 为之如虎的巨无霸 竟遭如此惨败 消息震惊地裂过 为了宣泄对楚的仇恨 表明自己的占领者地位 和驴率领群臣 霸占了楚王和楚国群臣的 王公府邸 掠走了钱财 占有了女眷 这一野蛮的报复行为 被中原诸侯一致谴责 并记录在史册当中 事实上 吴国虽然迅速崛起 并在和驴的儿子夫差执政期间 成为春秋霸主 中原知识分子 对他野蛮国家的印象 却丝毫未有改观 作为贵族理智和价值观 捍卫者的孔子 在他的言论著作中 多次指责和嘲讽 吴国的君主们 夫差喜欢精美的王冠 孔子无情地讥笑说 夫差搞不懂官的理智讲究 却口口声声要带好官 这太可笑了 面对中原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攻击嘲讽 由武力支撑 羽翼以与风的吴国反其道而行 在周代 猪牛羊各一合称一劳 劳是尊贵的贡礼 周天子享受十二劳的待遇 按照吴王的贫瘠 他只能享受五劳 不过夫差向鲁国索要百劳的贡礼 挑战了延续几百年的礼智 在列国的丛林里 强悍者往往拥有重写规则的特权 此时的吴国战胜了多年的宿敌楚 震慑了整个华夏文明圈 继而成为诸侯国新的霸主 国力之强盛 领土之广大 达到了底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